2019年是香港警队成立175周年 4月29日,香港警队和香港邮政宣布将发行一套 《我们的警队特别纪念邮票》 邮票将于4月30日公开发售 此套邮票是由香港警队联合香港邮政推出的特别纪念版 包含6枚邮票和一张小新章 邮票设计展现了警队不同的警务工作 包括边境防卫、罪案侦查、多元文化及平等机会 警察训练、国际合作以及交通管制等方面的警务工作 香港邮政高纪经理李正宇介绍 此次发行的全套6张邮票面值共21.6元 小型张面值10元 还有精心设计的首日风 以及配有警队情况的介绍手册 香港邮政还单独为邮票配备了特别的邮戳 李正宇称 警队一直为香港人民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在警队成立175周年推出的这套特别邮票 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警队世界文明是一对非常有效率出色的警队 这次我们发行就会有一套6倍的邮票 大家看到其实就设计是很精美 我们都是用一个比较写实的手法 就将警队的服务 是介绍了在那个邮票里面 当天香港警队历时一年多 超过300人参与编制的香港警察175周年纪念 忠诚勇意 新系社会特刊也提前亮相 这本特刊精选了300余张照片 详细介绍了从各类型制服装备到不同情况下的警务工作 同时为了适应不同年龄层次的阅读习惯 还推出了相应的移动应用程序 读者可以通过配套的AR及VR程序 观看书中设计的12段影片 以及试玩探索警队历史和发展的游戏等 该特刊将于5月1日正式开手 感谢观看